好 社會消息 帶你來關心一名退休務農的婦人 近期在網路上認識一名男子 聲稱說要寄保健品給這一名婦人 那麼卻向婦人仰稱 包裹被扣在海關 需要會一筆20萬元才能夠解除管局 那麼善良的婦人 在面對詐騙集團的話術下 頓時間分不清楚是真還是假 所見婦人的子女先聯繫到警察來查證 加上當天是休假日 才成功的保住這名婦人的積蓄 女警內心向婦人解說 這就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詐騙 詐騙集團利用網路社群 向不特定人士搭訕 接著養成自己的身份 要寄包裹到台灣給被害人 必包裹被海關扣留 需匯款保證金 手續費才能領回等話數 誘騙被害人來匯款 20萬的出關費 出關費 匯到港務的局勢嗎 沒有 他沒有說匯到哪裡 反正就海關那邊 因為我看你的紀錄有寫一個港務局要解除還是什麼的 然後就是說如果你錢準備好了 我會給你匯款的帳戶 會 他還沒給你匯款就對了 對 都沒匯嘛齁 好好好 移民退休勿農的婦人 近期在網路上認識一名男子 稱說藥劑保健品給婦人 卻向婦人仰稱包裹被扣在海關 需要匯一筆20萬元才能解除管局 而善良的婦人在面對詐騙集團的話數下 頓時間已經分布清楚是真是假 所見婦人子女先聯繫警察到查查證 接著揚稱包裹被扣在海關 需要匯一筆新台幣20萬元才能解除管制 所信婦人指你聯繫同仁到場查證 才能保住婦人的積蓄 護衛民眾請家中的獨居長者中年老人 白天獨自在家時務必提高警覺小心注意 若有接到疑似詐騙電話 馬上掛掉並且冷靜拨打165或是110報案專線查證 記者高雙雙不理箱採訪報導